如何能够挖掘你的GTI材料当中的闪光点 这是致命的法宝 请注意听 我们总结了这三点 非常对所有的申请人都非常的有效 第一点 你要确定的知道 你自己所从事的行业 你的工作将来在澳洲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不要只是告诉移民官说 我就会找到一个工作 是什么工作在哪里 工种在哪里 什么公司收入多少 为什么你如此匹配 你一定要强调 你的工作对将来澳洲的行业有什么贡献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刚好你的材料跟这个相符合 你应该好好的挖掘 千万不要忽略 第二点 为什么你有先进性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有些人的先进性在技术上 有些人先进性在管理上 有些人先进性在他对社会这个行业的了解 任何可能的先进性都应该被包括进去 应该深挖这个先进性 第三个最重要的点是 到底你有什么东西比你的同伴 比你的同僚更好 不要告诉我们说 不需要告诉移民官说 我就是非常好 我就是特别好 我就是所有的认可 为什么 这三个点全部都是我们做了几百个案子下面整理的这三个点 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 深挖你的材料的散光点 是你自胜的法宝 你记住了吗 欢迎收藏今天的这个视频 或者私信我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免费咨询的机会 拜拜